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容手术在现代的时代已经屡见不鲜 尤其是在韩国 可以说是一个整容业十分发达的国家 以这样一个背景讲述整容手术有关的恐怖故事更加的吸引人 这个故事里贤秀是无辜的 因为那时候她只是一个小女孩 她甚至失去了当时的记忆 直到后来才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而那个走失被换脸的女孩因为怨气 才导演了这一系列的恐怖事件 归根究底 不过是一个母亲自私的想法造成的 贤秀的毁容源于小时候父亲出轨后 和母亲发生争吵 而无人看管的贤秀在车辆的爆炸中严重的烧伤 母亲迫于无奈 只能找了一个小女孩把她的脸换给女儿 之后小姑娘被整日锁在阴冷的地下室里 不知何时开始贤秀周围的朋友 一个一个产生了可怕的幻觉 之后开始接二连三的死去 看到最后我们都知道 这是因为被换脸的女孩的怨念造成的 虽然贤秀的母亲隐姬也很可怜 但是她的做法却不值得同情 或许是因为一系列的打击 让她变得有些疯狂 因为她已经失去了心爱的丈夫 看到自己唯一的女儿在病床上痛苦的挣扎 她当然希望可以解除自己女儿的痛苦 可以给她一张美丽的脸 于是那个走失的女孩成为了受害的对象 贤秀的母亲为了她 可以说是用十分极端的手段 竟然把贤秀和无辜的小女孩的脸进行了交换 她的心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善念 因为她没有忍心杀掉那个小女孩 而是把她养在了地下室里 即便那个小女孩死掉了 贤秀的母亲还是对她有着一定的感情 因为实际上这个女孩也是她养大的 到了最后 唯解出那个女孩怨念的方法 就是让她和贤秀换连 可是贤秀的母亲最终还是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女儿 决定用自己来换取那个死去女孩的原谅 永远地陪伴着这个女孩 贤秀的母亲允吉实际上是最有应得的 她为了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私欲 牺牲掉了一个无辜的孩子 也毁了这个孩子的一生 据说这部电影之所以要叫灰姑娘 是因为所有的女孩都有一个灰姑娘的梦想 都希望自己可以变得美丽 而变成美丽的捷径便是整容 看完电影后心中压抑良久 我们可以珍惜疼爱自己身边的人 但是绝对不能以伤害别人为代价 自私的行为早晚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音时光 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先来想让这条路 再来误会 加快 多精彩电影 再来误会